近日,美国国务卿多次鼓动其他国家加入抵制华为的助列。 但是,美国的打压计划进行的并不顺利。 匈牙利当场就回对了美国。 现在,其盟友德国也决定不排除使用华为的装置。 所以,美国费尽心思的打压计划,最终可能要落空了。 据外媒报道,德国政府上周三开了一场会议,综合考量了国家安全、中德关系、中国的市场潜力,以及5G的建设进度等因素。 最后作出决定,在提升公共安全标准,以及加强资讯保安保障的情况下,允许其运营商继续使用华为的装置。 作为欧盟的老大哥,德国的这番表态非常重要,对其他欧盟成员国,起到一种指引作用。 同时也令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有点意想不到,让美国想拉拢其他国家一起打压华为的计划受挫。 而对于德国来说,这番决定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。 德国也想要尽快推出5G网络,其打算在今年三月份为5G频段招标,在该领域抢占先机。 德国如果想在5G领域,走在其他国家前面,跟华为的合作至关重要。 在技术上,华为是首屈一指的。 任何一个国家要在5G建设上,排斥华为,都不利于其5G网络的建设。 如果其国内的运营商,被禁止使用华为的装置,那代价很可能就是推迟5G网络的建设。 另外,德国的这个决定,也是尊重其国内运营商的选择。 德国的三家电信运营商Doya Telecom, Vodafone和Telephonic Duarchland都在其网络中使用华为装置。 而且他们都表示,限制他们选择供应商,将导致成本飙升。 其实就是摆明了,要跟华为继续合作。 美国已在对华为进行打压,还通过极其虚伪的方式,来磨黑中国企业。 不过收效甚微,这也说明了在具有绝对优势的技术面前,所有的不光彩的手段都是没有用的。